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函數 concade也可不可以啦 concade其實概念跟什麼呢 跟那個end有點類似 那如果你會concade你不需要end的符號 那意思就是說你要串接的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文字就是09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11 第三個的話就減號 有沒有 然後第四個的話就是rept加len 有沒有 所以就是剛剛那一串 所以我們剛剛打的rept 然後repeat什麼 repeat0嘛 然後幾次用3去 3減掉len 然後這個g4嘛 然後在後括弧記得要加一下 然後在end什麼 endg4 有沒有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然後再一個減號 然後底下其實還可以再增加 第六個是什麼 第六個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再放在第六個 這個嘛 這個是h4 那等於是說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concade的話 最後呢 你就不需要用什麼 不需要用end的符號 有沒有 等於是說你剛剛end的符號 就變成一個一個的格子 按確定之後 得到結果一不一樣 A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個跟這個也不一樣 一樣嘛 那公式有哪些不一樣呢 公式的話變成說沒有end的符號 取而代之的話就變逗點了 結果也可以 把他向下填滿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 OK 所以這邊又多一個方法 叫concade 你們如果 可以多了解 這個的話我可能把這個貼到這下面好了 如果你用concade的話 雲章白板第三頁這邊也有 可是看起來好像那個 如果跟上面的公式比起來 好像變比較冗長一點點 OK 至於哪一個比較好 反正你習慣的都好 你反正做得出來 不要發生錯誤的都可以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們把這個取消一下 那我這個是額外講的 所以就把他刪掉一下 那請各位呢 再利用另外一個方法 產生我們要的公式 所以我希望保留之前的公式 然後另外再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好 所以怎麼樣複製工作表比較快 你可以把它拖拉的時候有沒有 拖拉這個工作表 綜合練習拖拉過來 加Ctrl鍵 Ctrl鍵按住 然後再把左鍵放開 你會發現 你的工作表就會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OK 如果複製要記得拖拉加Ctrl鍵 然後Ctrl鍵按住不要放 左鍵先放開 那就又一個有沒有 我只要複製一個 好 也就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比較一下 那我假設 我剛剛用REPT加有的 我覺得不好 我希望換一個 換哪一個比較好呢 因為如果你要3碼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我們剛剛也用過一個方法 就是84上按右鍵 出成個格式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3碼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格式切到制定 然後給它這個類型下方這邊 輸出3個0就可以了 3個0表示我要3碼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3碼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就084 OK 那你說老師那這邊變成084之後呢 那我是不是串接 我就不用在REPT加有1n的嗎 我們看一下好了 當然我把這個REPT加有1n delete掉好了 我這and 留下一個-and 那我直接and G4 這個G4好了 我看看結果會不會OK 打個勾看看 我看到是084嘛 那我理論上應該看到是什麼 我打勾應該也會是什麼 但是呢 結果對不對呢 你說 欸 老師 奇怪為什麼 我明明已經把它變成084了 但是為什麼它結果還是84呢 OK 跟各位講一個概念 在Excel裡面呢 格式是什麼 格式就是你看到的表面的樣子 有沒有 但實際上它是不是那個樣子 你可能還要看哪裡 所以我把游標放這邊之後 這邊是084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欸 還是84 那也就是說呢 在Excel裡面格式 其實通常跟實際上的狀況 不完全一樣喔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格式設定 那就是原始的 可是如果你做了格式設定呢 它就變了個樣子了 它就跟原始資料是不同的狀態 欸 那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那可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看到的變成真實的 那我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直接就變成這個 如果是要把看到的變成真實的 這個需求喔 所以是一個需求嘛 那就是需要一個函數 有沒有 那剛好呢 Excel裡面有一個函數可以辦到 那個函數叫什麼呢 特別是很重要 也就是以後會遇到很多 你看到的 跟你實際上要取的資料不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想到一個函數 叫TEXT 這個Test函數喔 其實就是解決剛剛講的問題 看到跟實際上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那如果看到跟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怎麼解 很簡單 你就是在這個居室外面 這邊喔 再包一個TEST函數 錢瓜糊 那因為Test函數喔 它需要兩個參數 有沒有一個Value Value的話指的就是 這個資料就G4 好 逗點 第二個呢 它需要有一個什麼叫 Format Test 欸 Format Test的話 實際上後面有Test啦 其實如果你看到有Test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語號啦 好 那我先加前雙語號 那還記得我剛剛在制定的時候有沒有 輸入 還記得吧 我輸入什麼東西 3個0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制定的那個規則 那個就是格式化語就是這個東西 填到這裡就ok了 0 0 0 然後後雙語號 那記得喔 如果它的參數名稱有Test這個出現的話 那記得前後一定要雙語號 好 那記得有前刮符就要有後刮符 所以把後刮符一下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加什麼 加一個Test 然後前刮符 G4寶石一樣啦 逗點 然後把剛剛放在制定裡面的那三個0 放在Format Test裡面 ok 這樣就搞定了 我們試一下打夠一下 有沒有發現 0 8 4就出來了 所以記得喔 以後如果你遇到那種狀況 就是你看到的跟你要的不同的話 有個方法 一定要用Test 其實Test很重要 但我發現很多人用都沒用過 用都沒用過 當然問題沒辦法解決 ok 好 那如果G4ok的話 那H4其實比照辦理 所以公式的話 跟剛剛一樣 把M的減號有沒有 複製貼到後面去 再把G4呢 改成H4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問題解決了 ok 所以喔 最後的話 這個工作表 請你把那個練習2 乾脆點兩下 改成叫 小瓜阿虎裡面就改成Test 這樣的話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同樣的道理啦 所以如果假設 請各位延伸練習一下 如果我希望找出這個會員裡面 他的年齡的分佈 那年齡分佈 比較常講的一個敘述方法就是 到底幾年級生是最多的 台灣這邊是幾年級嘛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他是幾年級生的話 那我可能要把資料先湊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分析 你可以從生日這個欄位 額外把它獨立出一個叫幾年次 ok 也許我們這邊可以多一個欄位叫年次 ok 年次 這個格式不一樣 你可以拿這個用刷子刷一下 然後再刷那個年次一下 這邊就一樣的格式了 好 那年次的話 當然它在哪裡 生日這個前兩個字嘛 你想說是前兩個字 剛剛不是學過前兩個字嘛 那你用插入函數用什麼 用laps 有沒有 那前兩個字你就輸入兩個字 但是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蠻奇怪的 這邊明明看到是70 可是這邊得到卻是29 為什麼呢 跟我剛剛講的 表面上的東西 跟實際上的不一樣 很常見 那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 其實生日 它這個格式背後的規則還滿特殊的 你按右鍵存的格式 當然你可以把它改回 因為它是年月日都有 你把它改回通用之後 你會發現它原始資料 就是長這樣 29846 奇怪 29846這怎麼來的 其實跟各位講 在Excel裡面的日期 它的規則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以西元年來算的話 它是把1900年的1月1號 當成是所有日期的第一天 那所以你說為什麼得到這個數字 也就是說這個日期 1900年1月1號到它生日這一天為止 總共經過這麼多天 等於是29846-1 等於是經過了29845天 OK 那當然月後面又加一天了嘛 對不對 當然同樣的道理 你說一天的話是1 那時間怎麼算 其實時間的話就是說 一個小時是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一定會有小數點 那這個另外再看 OK 大家知道一下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想要怎麼樣 取得年次的部分 是正確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完成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不好 把剛剛這個公式 REPT換成TEST好了 如果你會用TEST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REPT而已 有沒有兩個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原來差這麼多 OK 這個簡單多了吧 可是前提你要會用TEST OK 然後再來思考第二個問題 就是呢 如何可以正確取得年次的部分 那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的電腦假如 不是繁體中文版的 也不會有這個民國年 因為民國年全世界只有台灣在用 所以如果你的環境假如是MAC好像也沒有 變成C 如果C院的話看你用其他規則好了 比如說用什麼 50後 60後 70後這樣 OK 那民國的話 如果我要取前兩架 假設以這個來看 我要取的是70 66 75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你就不能用LAPT 不是不能用 你可能在用LAPT之前 你要先用剛剛講的那個TEST函數 先怎麼樣 把它轉成真正的就長這樣 再用LAPT切割就成功了 要怎麼做的話 先試一下